回来之后我请委员谈一下这个嫦娥六号 好吧 当然就是这个中国之光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技亮点 比方说你看 这个这次它承担的责任 你觉得就是挖土而已吗 挖土很容易 当然第一个它是高温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 第二个你有想过吗 从月球 从地球遥控月球的嫦娥六号挖土 等于是38万公里之外 而且还在月球的背面采样 它是在地球遥控一台月球的挖土机 这个难度之大 人类史上的第一次 但我今天想特别请委员谈的是 我觉得很特别 嫦娥六号除了缔造各种记录 还有这个中国的荣光高光时刻之外 你看到这上面所谓的嫦娥国际范儿 对不对 它是个一加四的概念 那这次呢 它上面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月球冬气侦测仪 有欧空局的月表负离子分析仪 有意大利的雷射脚反射仪 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等等之类的 但是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搭上这个嫦娥六号 所以我觉得利用一个嫦娥六号 中国大陆发挥了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之间对接的功能 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 其实它就是有没有 帮你再一个仪器上去等等 大家分工合作 那你看到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宣传稿当中 我觉得其实也是写得蛮谦虚的 说这不只是中国力量 这是我们一加四五国的力量 共同所完成的 你让这些国家都感到非常的有面子 另外请委员一起来讲 中俄的关系当此刻是背靠背 但为什么我们看到 他在西伯利亚二号的谈判当中 好像触礁了 这个一触礁就让西方媒体很开心 然后这个细节是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自己的天然气 有俄罗斯政府的巨额补贴 所以当然比较便宜 但是中国就希望 你就用你的国内价来卖给我 俄罗斯不肯 还有本来这条管线 它可以一年运送大概500亿立方米 那中国又买得不够 量也少 那价格你又要我低 所以俄罗斯就没有同意 那到此刻为止卡关在这里 所以西方媒体都说 中国还在讨价还价 而且说中国这么强硬 就是吃定了普丁 在经济上要倚靠他 这个委员怎么看 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 知识含量很高的节目 这两个都知识含量很高 那如果我讲的不对 请大家在网络上也给我指导 刚才我看到有个朋友讲说 哎呀这个蔡博士乱讲 这个美工河哪有经过缅甸 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美工河就先经过老沃 再经过缅甸 最后进入泰国 经过哪里呢 就是经过老沃跟缅甸的中间的边界 所以它是边界河 那不信你查一查 他说怎么可能经过缅甸 对不起他说我没知识 没关系我没知识要学习 再来我们先谈这个 嫦娥六号 嫦娥六号它是一个 我们一个术语叫 Frontier Technology 就是一个前沿技术 就是以前没有人尝试过的 我们很成功来尝试 叫前沿的技术 这个嫦娥六号的科技 是最成功的一点是什么 它要飞到这个 月亮的月球的背面 可是月球的背面 我们基地台是无法通讯 无法控制 所以大陆就发展一个 中继卫星 所以变成中继卫星 我们跟中继卫星联络 中继卫星把讯号传到 月球的背面 这样来回再控制 来传达讯息的 中继卫星为什么 月球在动 地球在动 中继卫星你要跟着动 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事 好不好 要动得刚刚好 太快 对 我们手机都经常 我通讯不通了 它现在控制那个 嫦娥六号在那个所谓的 着陆器 那哪可以什么 我中间讯息不通的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这个事实上 这是一个四套装的一个组件 就是第一个有着陆器 然后挖好了有上升器 那上升器回到轨道器 轨道器绕回来 地球的轨道以后又要有个返回舱 所以是四件套的一个组装 这个组装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乐高那么简单 那真的是乐高的概念没有错 但是不是那么简单 它那个上升器跟这个着陆器上面 有一只小手 就说哎呀我拿着中国国旗 那个中国国旗还是用食言去做的 对 嫌五元 嫌五元 一种材料去做的 对 会想到嫌五元 这个大陆可不可以麻烦 以后嫌五元 这个台湾虽然不多 但是澎湖很多 澎湖很多 有特别的含义 可以来澎湖要一点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月球表面 转碳到底下去的 你说转碳这什么难 我们马路边经常看到转碳 你电头哪里来 38万公里之外 对 而且很冷 那个转头各方面的 那金属是特别设计的 你说不是这两公斤吗 你以为地球是 地球是挖个两吨给你都没问题 但是挖那个两公斤 是高科技 是前年科技 挖了两公斤 那现在挖了以后呢 它就说到了那个上升器 就把那个走路器 留在那一边 上升器就飞上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有那个影片飞上来 飞上来它要回到什么 轨道器上面 在月球轨道 绕一绕绕一绕 那再绕回来地球轨道 然后最后绕到 适当的地点以后 有返回船本来带回来 我补充一下 大家不是说在月球背面 留下一个中字吗 那挖一个洞 我今天看到 因为又有很多的细节 出来补充 是不是故意的 据说不是 因为在挖那个土的过程当中 挖到那个形状的时候 容器就满了 因为要两公斤 就意外地留下一个中字 所以据说那科研人员 看了也很高兴 你就把它当故意的吧 那我们说 这一次为什么会有个开国际盘 我们当时要开玩笑 要把他当作金融交易 开国际盘 法国也来参加啦 那欧洲太空总署也来参加啦 意大利巴基斯坦 这个显然是有挑过的 有些国家参加好像还挤不上去 那因为他们做这些东西 真的要到月球去做 对他们讲很困难 他们目前没有那个能力做到 比如说这个意大利 虽然也有一些火箭的技术 但是这种太空技术没有 他又要射这所谓的 雷射角的一些反射器啊等等 那刚好中国给他一个机会 大基斯坦当然是巴铁嘛 另外三个都是欧洲啊 对 巴铁兄弟嘛 你要做立方星 你要做十六方星 都给你做啊 当然不太一样 另外三个欧洲 欧洲也是重中之重啊 中国的外交部局重中之重啊 没有错 那为什么 本来中国做这个东西 就是要采取国际分担 跟国际合作 共享前年科技的成果 包括太空舱也是才这种态度 不会像美国一样 动不动就是 我老大我不像谁参加 中国当年就是被美国 距离千里之外 距离门外 所以才今天自己打拼了成果嘛 这来回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那现在这几个国家 享受了中国努力的成果 在某种科技界来讲的话 对中国当然会刮目相看 对这种思维很特别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科技进展 中国大可以自己独立完成 对啊对 但它不合 它把这四个国家的力量引进 虽然我们看到都是一小部分 但是你看到所有文宣当中 也彰显这四国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招 那这金融的问题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前面那个金融时报这个报导 我笃定是假新闻 假新闻 百分之百假新闻 哪里 为什么 他说我们对价格潮啊 什么争论啊 他引用的知情人士 是一个俄罗斯反对派的人的言论 第一个 这个人的背景就是反对派 就乱讲通的 第二个 他讲的都不符合国际常规 请问现在中国有没有跟俄罗斯 买天然气 有啊 西伯利亚一号啊 天天在用啊 那西伯利亚一号的定价模式是什么 国际价格 因为这种买天然 这种液化天然气 跟这种所谓的管事线的天然气 有什么不同 就是液化天然气 因为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运输 然后要变成液态 又要变成气化 过程很复杂 所以一开始定了价格会比较实 通常会比较实说 我买三个月 这个海明星我给你买三个月八条船 总共一条船多少钱 我们都这样算了 所以那个价格有点的僵固性 可是这个是水龙头一开就来啊 所以变成它可以随着每一天 每个月的价格而波动 那现在中国大陆 西伯利亚一号在买的天然气的价格 就是根据国际价格波动在买的 俄罗斯你也不用吃亏 我也不用吃亏 那国际价格的指标有好几个可以选 他们自己选了两三个指标 用平均价格来计算 那谁吃亏谁赚钱 很难讲啊对不对 很难讲 万一跌得太低 你俄罗斯这个赚不到钱 那你不能怪中国啊 万一涨得太多 那中国跟别人买是这个价钱啊 所以没有差 你说什么价钱逃不容啊 炒成一团啊 那个是外行人讲外行话 而且我在想说中国会买很少量吗 对啊 我看到这个是有点 少量怎么可能拉管子 拉管子就是大量才会拉管子嘛 你以为那个管子很小 那个管子很粗耶 但记者有拿去问毛宁 把它当成一个事实在问毛宁 毛宁有回答 当然他的回答就是 两国的这个关系的主轴啦 并没有讲到细节 不是啊 外交部人员他怎么懂呢 这能源的交易呢 对我一这样讲大家可能就懂 因为在这篇里面 大家就想到看更多的细节 比方说中国出价很低 低到什么程度啊 完全没有写 不是啊 那你现在西伯利亚一号 也是低价低的 乱讲这个都是国际价格在订约的啦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只有供契的契约 比如说你最少 最少一个月或一年量 不能低多少 然后就俄罗斯在讲说 那你最少不能少于多少 中国说最多我买多少 会有这种上下线的一个压力 但是不会有所谓价格的增值 这价格是国际公司 国际价格 再来他说什么 什么管线建设费用 那更胡扯 为什么啊 你看西伯利亚管线怎么建设 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负责 负责经费 建设公司也同一家 但是经费就是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负责 中国境内中国负责 这也是国际惯例这有什么好吵的 我们打个比方 北西二号不是被炸了吗 俄罗斯就说那是德国范围 德国的财产我管不了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嘛 那你现在就扯这个 但是金融时报 应该不是外行的媒体 怎么会听这个反对派胡扯 但是这个俄乌开战以来 金融时报登了很多 类似的这个讯息 西伯利亚二号的确是有点的麻烦 但是不是俄罗斯跟中国的事 要不要经过蒙古 这是问题嘛 那中国当然不好讲太多 但是又想说 那你可不可以移到哈萨克 我们倒是从这个谈了很多蒙古的角色 但是这一篇出来之后 当然这个西方很高兴 因为中俄谈崩了最好 对不对 没有谈崩了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攜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 一起健康下单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in 这个内容 hari i hari hari ho 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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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i